而现在欧盟与美国在祭出几波制裁之后 现在也终于决定要对莫斯科下重手 要把几家俄国银行 批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支付系统 而这也将会损害这些银行 在全球的营运能力 此外英国和捷克等至少八个欧洲国家 也宣布禁止俄罗斯航空公司的航班飞越领空 他们认为民主国家的天空 无法接受俄国航空 西方国家再次对俄罗斯寄出新制裁 这回开始打到痛处 终于决定在未来几天 要把几家俄罗斯银行踢出 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支付系统 这是俄国总统普丁下令 入侵乌克兰以来 所面临的最严重金融制裁 以美国欧盟为首的西方国家表示 他们决心要让俄国付出代价 因此要将俄国部分银行 与国际金融体系断开 欧美国家也承诺要采取措施 防止俄国中央银行 透过国际储备来破坏制裁的影响力 除此之外 欧洲国家也陆续宣布 禁止俄罗斯航空公司的航班飞越领空 捷克、波兰和保加利亚 在26号表示 将从午夜起 对俄罗斯航空公司的航班关闭领空 波罗地海三小国也宣布跟进 认为民主国家的天空 无法接受俄国航空 而社群媒体也来相挺 YouTube暂停数个俄国媒体的广告收益 包含俄国官媒RT电视台 脸书和Instagram也宣布类似措施 要阻止俄国媒体的宣传 欢迎宣布大家的众号报道 战争无情 最可怜的就是无辜的老百姓门了 乌俄战火越烧越烈 乌国人民纷纷出逃 根据统计 波兰已经涌入了大约有12万难民 斯洛伐克也在26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来应对大量的难民潮 一见面激动地拥抱儿子 亲吻脸颊一看再看 就想确认眼前的这一切都是真的 因为战火被迫分离的家人 奇迹似地在边境重逢 母亲当场痛哭失声 画面令人眼红鼻酸 俄国入侵后 乌国政府下令 国内18到60岁的男性国民 禁止离开乌克兰 一名男子为了让孩子 能够顺利逃离战火 当场委托了一名陌生女性 也就是画面上穿着黄色外套的 阿布列耶娃 希望她能带自己的孩子 到匈牙利与他们的母亲会合 和这家人素未谋面的阿布列耶娃 也不负所托 成功地在匈牙利边境 找到了孩童的母亲 但乌俄战火引发的难民潮 悲剧远远多于感人的故事 眼看战火越演越烈 老百姓们连忙出逃 几个邻国包括斯洛伐克 罗马尼亚和波兰等等 都陆续涌入了大批的误国难民 人民大举出逃 可以看到通往邻国的各个通路 都被车辆挤得水泄不通 有的人带着孩子徒步而行 路程很远 但再累再难 为了活命都要坚持 根据统计 自乌尔开战以来 已经有超过12万乌克兰人 被迫逃离家园 波兰有超过11.5万名乌克兰人 涌入 罗马尼亚有1.9万名 斯洛伐克 匈牙利和摩尔多瓦 也都有难民进入 各国都准备好协助乌克兰 这波庞大的难民潮 波兰将设立8个难民接待站 提供食物和医疗援助 斯洛伐克更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来应对大批涌入的乌克兰人 更派出军队来协助 罗马尼亚人道团体 也设好帐篷提供饮食 只盼望能尽最大能力 来援助战火下最无辜的老百姓们 环宇新闻图文君 综合报导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大家都在问 问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总统普丁下令出兵 是一时冲动 还是老谋深算的结果 欧美各国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 但是却没有动员军事力量 真的有用吗 接下来就是今天的环宇快评 本周的国际新闻快评 我们从俄罗斯总统普丁 下令进军乌克兰之后 世界各国的反应 来讨论普丁为何进军乌克兰 而西方民主国家 如果只靠经济制裁 不采取军事行动 真的挡得住普丁吗 经过乌克兰分争之后 未来的国际局势 又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纷争就越演越烈 针对普丁为何入侵乌克兰的原因 众说纷纭 但是如果归纳各方情思 大概可以把普丁的目的区分成两个层次 表明的层次是为了要保障国家安全 因为乌克兰在2014年特里比亚战争之后 乌克兰的民意越来越向欧洲靠拢 疏远了俄罗斯 导致乌克兰国内加入北约的声浪高涨 让俄罗斯担心 乌克兰在加入北约之后 很有可能变成了北约部队的驻军所在 倘若如此 北约盟军就会对俄罗斯的国家安全造成直接的威胁 虽然说国家安全威胁听起来已经可以检视 普丁为何积极想要控制乌克兰 但是更深层的原因 其实是普丁个人在执政长达22年之后 近年来积极思考如何为自己留下历史定位 对普丁个人来说 恢复前苏联时期的荣耀 让周边所有俄罗斯民族的国家 都拥有紧密的关系 是普丁个人的期待 不过即使有个人的期待 普丁也不是不懂政治算计的狂人 过去在川普时期 一方面因为俄罗斯本身需要更稳定的经济基础 另一方面 川普的形式风格在普丁眼中 不可预测性太大 轻举望重的成本难以估算 可是拜登上任之后 普丁重新盘算国际局势 一方面在经济上 为经济制裁做好事先的准备 拜登上任不到半年 俄罗斯财政部就宣布 俄罗斯的主权财富基金 将放空手上持有的所有美金 另外在国内 普丁也不断强调俄罗斯必须要自己自足 确保俄罗斯的内心经济足够支撑短期的经济冲击 做好了准备之后 普丁就进一步的透过释出善意跟拜登接触 默默的观察美国的外交政策 当普丁确定拜登的外交重心将放在亚太地区之后 甚至知道拜登还有所谓联俄至终的期待 等于是让普丁确定了拜登对俄罗斯在全球提升影响力的布局没有特别的防范 收集完了勤资 普丁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逐步强化对乌克兰施压 按部就班的布局 拜登政府虽然已经掌握了普丁打算采取军事行动的行报 但是却迟迟没有办法强硬采取行动 因为美国才刚刚经历了20年的阿富汗战争 加上拜登政府在阿富汗撤军过程当中造成了人员的伤亡 导致让美国民意对于在海外牺牲美国军人性命这件事 极度的反感 其实拜登政府也很清楚 坚强的军事行动比经济制裁更有可能让普丁感受到威胁 完全不敢提起想在海外用兵 拜登推出经济制裁 其实也是因为经济制裁是拜登手上唯一的王牌 相较之下 普丁除了对经济制裁有准备 近年来欧洲国家纷纷推动环保和绿能政策 导致欧洲国家对于俄罗斯所产的天然气高度依赖 等于让普丁拥有了利于不败之地的能源牌 这也不难想象为何今天只靠经济制裁 要让普丁改变心意难度会这么高 不过经济制裁当然不是完全没有效果 如同美国总统拜登所说 经济制裁需要经过时间发酵 才会在俄罗斯的境内产生影响 换句话说 经济制裁的效果不在于立刻改变普丁的决定 而是希望透过世界主要民主国家团结起来 对俄罗斯采取各项的经济制裁 进而可以有效的在经济制裁的方法上取得期待的效果 也因为有更多西方民主国家的介入 导致经济制裁是有可能更快速的让俄罗斯的民众感觉到民生经济上的压力 西方国家靠着经济制裁想让普丁吃到骨头 可是军事实力的不对等 恐怕在普丁感受到压力之前 乌克兰就先被逼迫就办 从乌克兰事件看国际局势 国际体系从美国说了算的一朝多强体系 演变成为多级体系 各国都会更积极的展现自己的实力 也会更积极的想尽办法来巩固自己的国家安全 在国际越来越混乱的局势当中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世界各国都必须要更认真的思考自己的生存之道 而不能再期待 也不能再太过乐观的等待着盟友的协助 从台湾视角观察全球 掌握瞬息万变的世界 我是何荣 每周三周六晚间九点 我在环宇全世界 2.0全新出发 带给大家崭新的国际观点 请锁定环宇新闻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